怎么刘备死了 正是 陈刚离白地城便得知消息 刘备病重不治 抑郁而亡 时尾4月24 公元233年 刘备大业未经驾崩于白地城内 活了63岁的 他带着满腔的不甘离开了人世 太子刘善继承了大位 蜀汉也从此刻进入了刘后主的全新时代 诸葛亮每日为他弹奏着生平最爱的过去 经受了这么大的挫折 明显自己也老了几岁 与此同时 剑叶的山岭上也多了一座混凝土的坟墓 以孙权的伤心情况来看 那应该也是一位新走的缝隙 诸葛锦恢复了孙刘联盟前来禀报 可小妹却去世 自从刘备一龄大败后 他就茶饭不思郁寡官 一想到当年的结婚场景 就仿佛是在昨天一样 双方依旧海岸 但一想到自己夫君被大舅哥烧成那样 身为娘仔的他却无法阻止这悲剧的发生 倘若当时刘备在打了紫龟后恢复联盟 说不定也能跟孙上相